年余七旬的国民诗人李继辽隐居在一处偏僻的别墅中 生活起居全由弟子徐志友打点 徐志友常伴在这样一位大诗人的身边 但是徐志友的写作水准还是收效甚微 李继辽亲自为他代写了一部小说《心脏》 徐志友也凭借这部小说成为了文坛新秀 一次李继辽回家时 发现姚蚁上躺着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 在阳光下的少女显得如此好看 李继辽被此时的美景看待 身旁的徐志友却打破了这幅画卷 这名少女名叫银娇 是一位偷偷跑进院子里面的高中生 徐志友出场名气的味道 再也不甘心在这偏僻地方当保姆 他对李继辽说物色了一个兼职保姆 而对象就是白天躺在姚蚁的那位女高中生 李继辽想了想答应让银娇过来试试 银娇年轻漂亮又天真懵懂 李继辽在他的身上似乎找回了一点昔日的青春活力 虽然最初干活时银娇显得毛毛躁躁 但是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还是赢得了李继辽的认可 李继辽望着清新活泼的17岁银娇干活的神态 他那颗垂暮的心似乎又重新跳动起来 而银娇也对李继辽充满诗意的描绘铅笔的往事听得入神 在某次雨夜李继辽被门外的敲门声吵醒 是银娇跑过来躲雨 他又一次惨遭妈妈的毒打 望着可怜兮兮的银娇 李继辽选择收留这位少女过夜 李继辽给他准备了一件睡衣 还亲自为他吹着湿漉漉的衣服 忙完后李继辽在里屋睡 而银娇则躺在沙发上休息 一夜无雨 李继辽睡眼朦胧地醒来 隐隐约约感觉被窝多了一个人 不知何时银娇躺在李继辽床上 李继辽看着这具充满青春的肉体愣愣出神 就在这时传来开门声 是弟子徐志友过来了 李继辽就像一个偷吃的小孩被发现的神态 尴尬地躲在楼下书房 徐志友发现这一幕后略感惊慌 他看到老师似乎和银娇有点纠缠不清 很显然自己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 徐志友开始故意找茬 想要赶走银娇 故意从背后惊吓银娇 银娇的镜子掉入了悬崖边 那是他妈妈第一次送他的生日礼物 银娇生气得大哭 却没想到李继辽冒着危险捡回了镜子 银娇很感动地拥抱了李继辽 还为李继辽胸口画上了一个纹身 那是因为他对银娇说 他胸口的纹身很好看 躺在银娇腿上的李继辽不仅浮想连篇 他又变成了翩翩少年 他和银娇在阳光下的树林追逐 在书房里肆意打闹 他把梦中和银娇的故事写成一部唯美的小说 这是藏在李继辽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他不敢给任何人看 只能深藏在心里 而梦想成为大文豪的徐志友 还是一如既往写不出像样的稿件 他把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在年轻的银娇身上 甚至破坏银娇的工作 却没想到这次意外的争吵 徐志友发现了李继辽藏在乡里的那份为银娇写的原稿 徐志友趁着老师不在家 连夜翻看他被小说的内容所惊艳 看完后他把小说放进了木箱 此时充满欲望的他再次打开木箱并带走了稿件 不久后一位图书馆理员找上李继辽并告诉他 最近一个震惊文坛的作品出现 《银娇》 其作者就是徐志友 李继辽听后震惊不已 慌忙翻看了木箱 果然银娇的原稿消失不见 第二天李继辽质问徐志友 徐志友大言不惭说 竟然给写了一份心脏 再多一份又如何 李继辽生气地抓着徐志友 想抽那副丑陋的嘴脸 这时银娇过来争吵就此不了了之 此时的银娇也看过这篇小说 虽然书中写的是 一个70岁的老人和女高中生的故事 但是银娇知道女高中生就是自己 小说中的她那么纯洁 那么美丽 情窦初开的银娇 以为这一切都是徐志友写给自己的情书 当银娇质问徐志友时 徐志友无耻地接受 渴望被关爱的银娇 瞬间心里充满温暖 他的那颗心被俘获了 徐志友凭借着银娇一跃而起 荣获李文湘文学大奖 李继辽被邀请上台讲话 他说银娇就如酒干的大地上的甘露一样 那么美丽 那么纯洁 在一次大雪之中 李继辽愣愣地看着在窗外的银娇 今天是李继辽的生日 晚上提着蛋糕的徐志友也出现了 在餐桌上徐志友喝多后大吐真言 我不想再给任何人当根屁虫 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我这辈子生命的贵人 他下辈子成为我的徒弟 也为我洗衣服打扫卫生 李继辽知道他说的是自己 生气地回到楼上休息 晚上李继辽被不知名的声响吵醒 在他的书房里徐志友肆意地索取银娇的身体 李继辽心中的最纯洁的梦破碎了 他陷入癫狂 他把徐志友的前台扎破 并把自己车子方向盘松动 索性徐志友并没有出车祸 修理工告诉他 这辆车子方向盘刚刚被修整过 方向盘被拧松过 徐志友愤怒地开着车网回赶 却在慌忙之中出了车祸 而李继辽烧完稿件后向银娇坦白 说自己杀死了徐志友 银娇失魂落魄地来到图书馆 认真翻看银娇这本书 这次他终于明白了 银娇来到李继辽的别墅 被打扫的狼藉 此时李继辽静静地躺在床上 银娇努力地倾诉着自己的情感 可是此时的李继辽就像一个行尸走肉 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只有在银娇走后 小声地说声 银娇走好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想要更多精彩电影 敬请锁定良品电影